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林佳龍等11人 鉴於網路速度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於2013年底前 採取不限章數方式飆售 下一代行動通訊 適機的執照 為了促使政府更積極投入 寬頻網路的基礎建設案維護 提供民眾資訊高速公路 應將平埔拍賣所得標金 和相關收入成立專案基金 專款專用於提升國家基礎 寬頻網路建設與維護 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